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呀 欢迎收看最新一期的国魔资讯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最近有哪些厂商公布了新品 近日,魔动盒在官方微博 更新了一张神秘的图片 名为新甲魂降传 新品确定,敬请期待 之所以说它神秘的 是因为该图中的三款机甲 都有做马赛克的处理 前方两款机甲 我们能看出 左边那一款有点像美猴王孙悟空 是吧 然而右边这一款 你说整个人形来看 真的看不出来 但你一看它的武器 好家伙,我直接好家伙 这不就是丁耙的魔改武器吗 再结合一些信息来看 能确定的是 眼前的这两款机甲 分别就是孙悟空和猪八戒 就是不知道 股价还会不会用 前四款通用的股价 最后再来看一下 中间的那一台 剪影再加马赛克的机体 话说这都做剪影了 你还来个马 这就真看不出来 这是个啥了的 但组长我想了一下 在西游机里的故事当中 头上顶两个大脚的会是谁呢 那只有牛魔王了 难道这剪影当中的机体 就是牛魔王吗 欢迎各位在弹幕或者评论区中 留下你的猜想啊 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 看看这个到底会是啥 葬道模型前不久刚刚公布了他们第一款青龙延迟出货的公告 公布公告的同时呢 也放出了一张关于下一款白虎的现稿图 这张图片已经放出啊 得到了很多玩家的关注 而且作为葬道的第二款白虎 同样是与企业一起合作开发的 那由于官图过于黑暗 我来换一张给大伙看一下 现在这张应该就能看出个大概了吧 但鉴于目前还是在监修中的形象 而且又看不太清楚各处的细节 那也只能等他尽快放出灰魔了 哦对了 还请把青龙尽快吐出来哦 CCS2S近日也是带来了他们的七周年作品 真盖塔 目前处于监修中 不过通过灰魔罩我们还是能够看出他身上的一些细节 和整体的轮廓 这款的身躯和四肢的表现都是属于非常粗壮的类型 与前镇子刚刚发布的三菱盖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再结合目前市面上有兽的千支链针盖塔 嗯这些盖塔拿在一起可以做个比较了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会喜欢谁家的设计呢 益修中工近日也是公布了他们家 琴克系列的第三弹作品 铠甲勇士行天铠甲 目前幻图中的形象则为三维剑魔图 同样也是在监修中 能够看出全身各处的细节都已经刻画的很不错了 武器配件方面也同样很给力 不知道这里有没有铠甲勇士行天的粉丝呢 有的话扣一扣一哦 那就等他早日出灰魔图吧 哦对了 第一款马帅铠甲应该也快了 各位小伙伴就再等一等了 核能剧阵近日也是公布了他们的一个全新系列 名为森林里的战争幻想少女系列 打头阵的产品为猎狐小队队长 威威安海耶 关于这位角色的设定为帝国最优秀的设计手 所以他有一把非常巨大的狙击步枪 结合全身各处的细节来看 这款机娘应该是一个半人半机械的生物 反正造型我还是挺喜欢的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觉得这一款怎样呢 那么关于这一款猎狐小队队长 威威安海耶的价格和发售时间 目前不得而知 有兴趣的小伙伴不妨再留意一下哦 由威尔科技所开发制作的原创机娘 也可以说是可动手办林小妖 目前也是分为了两种套装来进行售卖 分别是原始套装 售价278 还有一款则为素能套装武器配件包 售价为88元 这里给大伙做下区分 原始套装则为白衣红发的形象 而另一款穿有武器配件包的则为素能装 这两款的发售时间预计会在21年的2月份 大伙可以在到货较快的一些up主手里 看看这一款的表现如何 塑星模型近日也是放出了一款 RG牛高达的配件包 虽说它在名字当中打出的是支援型装甲战机 但懂的人自然都懂 不过有意思的还真的是把这些装甲配件组合在一起 还真有点战机的意思 从图中我们能看出 这一套配件包 零件表面有着丰富的细节刻线 同时还附带了一份水贴来增强细节 最后也有展出与牛高达相组合之后的样子 面对已经有官方HWS装甲的朋友 不知道还会不会入制款呢 目前这套支援型装甲战机的价格为88元 预计21年的4月出货 喵匠之前是做水口前的那个品牌 近日也是发布了一张全新的图片 图片的内容为机甲武器套件 在图中能看出三把武器的现稿图 这款产品将会作为 喵匠的全新塑料拼装类产品线的第一款产品 说实话 我还有点期待呢 毕竟出图中 我们还能得知几个重要的信息 免胶拼装 附带LED发光灯组 附带专用贴纸 以及时刻片 时刻片在武器上 这就有点意思了 但是目前也不知道 这个武器到底会是什么比例的 最好是1比100比例 那由于这款产品目前还在企划中 所以关于它的其他信息就不得而知了 诸神记下 这次也是公布了他们的第一款产品 阿努比斯神的实拍图 但细心的网友会发现 这款产品身上有几处的涂装 看着非常的出戏 就是这全新各处的蓝色部分 好多官方有收到各个网友提出的建议 将会把全新几处非常乍眼的淡蓝色进行优化 那就期待一下 下次改了配色之后又会是怎样呢 那目前这款产品的预定价格和发售时间还未做公布 我们也就只能再等一等了 这第一款产品还没落地 他们的第二款产品 复仇之神 赫鲁斯基甲 合金成品模型的柄又画好了 也不知道这第二个柄到底会长什么样呢 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TMT模玩社近日也是公布了他们家的骑士柱定型照 并声称啊 这一次是全部的武器车型都可以收纳 而且下次就会公布灰魔了 目前从图中啊 我们能看出 这一款骑士柱的整体身形比例 表现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再参考 这是一款可变的变形金刚 那他的变形步骤应该会很繁琐吧 车型部分的包裹呢 看着也没啥毛病 同时居然在驾驶室里也做出了一些细节 这就有点给力了 那就期待他尽快把灰魔实物展现给大家看了 OK 以上就是这一期国魔资讯的全部内容 想要了解更多国魔资讯 不妨可以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更新推送了 我是神天族长 我们下个视频见 Ciao